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ani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盘的情况吧 道琼斯指数收盘是35405点 微弱上涨0.11% 标普500今天冲4500大关 没成功 最后收盘只上涨了9.97个点 涨幅是0.22% 纳斯达克指数已经成功占上15000点了 目前已经占过两天了 这个距离阳光财经首次预测纳斯达克 必将占上15000点 也不过是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在这期间 我们也有好几次被大盘的跳水 吓得差点看空股指 而纳指1000点左右的回撤 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事后诸葛亮认为 纳指14211点已经成为重要支撑线 只要每次回调不破14211点 纳指就仍旧是在多头看涨的行情当中 大盘有没有涨过头呢 从估值体系上看确实是涨过头了 从标普500成分股平均市盈率的历史表现来看 目前的大盘估值超过了历史上94%的时间 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是史上第一高估的时间点 现在标普的估值比当时低一些 但是整个统计的70年里 目前的股票确实是太贵了 好公司好行业还需要好的价钱 现在很多股票确实是成长非常快 生意也非常好 但是呢 股价也明显是在透支未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 美股确实是涨过头了 从历史波动数据来看 也是涨过头了 蓬勃的这个图反映了标普回撤的幅度 你看红色越多 那就表示在那个月回撤的幅度越大 标普指数已经连续10个月 没有出现5%以上的大回撤 上一个持续不回撤的记录是2016年2017年 连续20个月不回撤 回撤图表明 大盘突然大回调是有周期性的 就像一年四季一样 有时候夏天会比较长 有时候冬天比较冷 但是谁也无法阻止四季更迭 从趋势交易者的观点来看 顺势而为 突破重大阻力位是新的征程 刚开始 还远没有到涨过头的时候 纳指15000点是重大整数关 站上去之后呢 对多投市器提振作用很大 同时对空投也是很大的打击 趋势交易那就是要顺势而为 不要逆势猜顶 其实谁也猜不到顶 那既然市场给出了方向 突破了重大压力位 那顺势做多就可以了 纳斯达克指数技术上有几个信号 首先是涂上这条黑色水平线 为14211点支撑线 在上半年 纳指一直没有办法突破14211点 形成了较长时间的整理 当这个压力突破了之后 那就成了支撑位了 因此在最近的回调当中 也没有跌破14211点 更加明确了这个点位的支撑强度 其次是15000点整数大关 这个是心理大关 上去了之后 多头发起进攻 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历史新高上面没有压力位啊 然后是技术派 不看好纳指的理由就是成交量 他们认为纳指缩量上涨是在表演 其实上涨过程中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并不能说明上涨是虚假的 美股有它的特殊性啊 一旦卖出成交 就涉及资本利得税 换手的成本很高的 所以投资者交易谨慎 稳稳的上涨是不必一直折腾的 纳斯达克指数在15000点之上 有希望顺势再涨一波 标普今天差点占上了4500点 这也是个整数官 意义挺大的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本周标普将会成功占上4500点 完成很多投行提出的目标点位 标普的上升通道是非常稳定的 上下两条黑色线画出的上升通道 已连续运行的8个月了 而长达8个月的上升通道 每天涨跌幅很小 波动率很低 8个月总共涨了28% 是不是瞎折腾股票还不如买标普指数呢 那么三大指数不管从估值上 还是从技术上都是高位运行 短线顺势上涨可能性大 但我们无法预料哪天突然要大回撤 新入市的股民啊 如果这个时候大局买入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万一突然回调 那亏到了本金心情很不好 容易做出不理智的判断和操作 所以新入市现在不是好时机啊 还有原来投的不多 现在要大规模加仓的 我觉得也不是好时机哦 很多股票已经连续上涨了 时间空间都有回调压力 新进资金可以等待大盘出现 大概15%的调整的时候 再来开仓 而那些几万个一直收看阳光财经的老朋友 占面获利多少也是会有一些的 因为大部分时间我是看多做多 甚至会利用杠杆做多美股核心龙头 那么即使美股突然之间回调20% 会打穿我们的成本线吗 我认为大概率是不会的 那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 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 这一路走来啊 总是有人觉得我买高了 要亏很多钱 而事实是我一直在赚钱 而现阶段的美股赚钱的核心密码 就是暴住利润增速非常高的核心龙头 在央行放水的背景下 适当忍受高估值 但话说回来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将来万一科技股大跌的时候啊 那一定也是这个密码 被美联储和华尔街给修改了 所以说啊 炒股除了选股 更多的是考验你的心态 如果从疫情爆发以来 持续持有科技龙头 我们完全不用害怕 随时会来的调整 任何人不可能在最高点离场 在站面上出现过的钱 也不一定能全部提款的 在选择优秀公司的前提下 放宽心态 不要有过多的执念 才能做到福盈不恐高 福亏不恐惧 当然 如果选择的是一家烂公司 就好比是养了一个熊孩子 天天鸡飞狗跳 心态你是好不了的 让公司三天两头闯祸 你根本拿不住股票 而拿不住 就算这股票涨一倍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富途牛牛账户上的持仓 是越来越集中了 现在不断在增仓 特斯拉 有人说我整天淡掉一只股 风险是太大了 没错 风险是挺大的 然而分散投资 风险就不大嘛 我在观看别的财经博主的视频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是分散投资 持仓十几只股票 但是我仔细去看每只股票的浮动盈利 就发现只有少数股票是赚大钱 多数股票是不怎么赚钱 甚至是亏钱的 感觉每股市场 马太效应非常明显 好的越来越好 差的越来越差 甚至无人问津 分散投资和集中投资的共同点 那就是碰到大盘猛跌的系统性风险 那都是一样完蛋 记得读大学的时候 金融系的老师教我们 一定要分散投资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好了 后来我们在时间中发现 我们把鸡蛋分散放在十个篮子里 然后呢 把这十个篮子都放在了一辆车上 结果路上有个减速带 车开过去的时候 就这样跳了一下 结果十框鸡蛋破了六框 大学老师讲分散投资的时候 肯定是忘记告诉我们 一定要买一辆好一点的车 车好一点 我就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它又怎么会那么容易破呢 要么你包装好一点 也不会说破就破呀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 你买什么鸡蛋呀 买个好车不就完了吗 于是啊 我决定继续重仓 搞特斯拉 很多人怀疑 特斯拉在AI日上跳舞的机器人 是真人扮演的吧 这个呀 除非当场拆开来看 大家看看里面的结构 否则 看个热闹就好了 但是特斯拉招聘与机器人相关的岗位 职位包括两个机械工程师 一名高级仿人机电机器人架构师 和一名高级仿人建模机器人架构师 耶 看来是要来真的了 ARK人非常看好特斯拉 认为它是全球软硬件整合度最高的公司 早在2021年3月 ARK就出了一篇研究报告 预测特斯拉在2025年的目标价 这个预测的横轴是概率 纵轴是目标股价 正常市场环境下 2025年特斯拉的目标价是3000 对应总市值2.7万亿 如果遇到熊市 那目标价就是1500 概率不高 如果遇到很好的牛市 目标价是4000 假设 Kathryn的预测按最保守估计 4年股价翻倍 只能算是熊市 而牛市是4倍的收益 我觉得4年翻倍也相当可以了 也就是1.5万亿 特斯拉的市值涨到1.5万亿 应该是时间问题 除了雷达不动的坚定看好特斯拉 ARK对中概股的态度 却有一些微妙变化 据报道 ARK在中概股股灾前期 快速减少中概股的仓位 现在又买回了拼多多 京东等 在一届番茄ARK追踪器上 我们看到ARK两支基金 在7月份大幅坚持拼多多 而在8月25日 开始买回了一些拼多多 ARK也开始回补京东的仓位 拼多多因为二季度营销费用减少 从而实现了史上第一次 季报盈利 不过拼多多以后要花钱 在百亿农盐补贴上 不以商业价值和盈利为目的 而是致力于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科技普惠 这样看来 共同富裕的精神 理解得很透彻 拼多多准备把利润优先投入到该计划 言下之意 这次财报 盈利是偶然的 以后不一定会持续哦 技术上拼多多存在跌多了反弹的动能 拼多多的股东要为共同富裕多做贡献 政治立场对了 才不会像阿里巴巴一样 投资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 怎么样 各位股东 您有什么高见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 如果还没有点击盈透证券的日顶链接 也请点一点吧 举手之劳 支持阳关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